我觉得他这个思维 当然咱们不知道学术界能不能承认 笑的声音 以啊为主体的原因 以啊原因为主体的这个声音 哈哈哈哈 他是最大的进气量 最大的进气量 最大的呼吸量来表达这个 这个声音是什么呢 呼救 最初肯定在水中是为了呼救 才有啊哈哈 对吧 笑起来 但是因为你有这个 不是他呼救为什么要乐呢 对但是在进化以后 他就这个功能 呼救的功能就变成了笑的功能 表达快乐 因为人类在获得食物的时候 获得动物的时候 用那个削尖了的木头去扎那个鱼 它有一种获得感 这种获得感是什么呢 是一种他马上要吃它了 而且在和那鱼 大鱼搏斗的时候 它有那种激素的分泌 它和很多化学信息有关 嗯 所以它就生成了一种感觉 获得以后的兴奋 获得感 获得感 哦 因此获得感是人类笑行为 最基础的东西 它在每一个人在 必须他获得什么 获得一种优越感 嗯 这个优越感其实就是获得感 啊 台上一个包袱 你看那个 那个 六一泰摸了那个 那个 那个 送包子那大腿了 对 观众乐了 为什么呢 你一个军阀的六一泰 摸了一个 送外卖的小哥的大腿 他摸错人了 啊 对吧 他错了 观众有一种优越感产生 优越感产生 他就自然就会笑 您这套笑的理论是不是外国人写的 不是 马爷您觉得人为什么会笑 因为在人类的复杂情绪中 笑是最正面的 对吧 你说喜怒哀乐 是吧 过去说人的七情六欲 这个 七情里 这个笑也是 也是排前头的 因为它是最正面的 就是他说的获得感 因为你获得感 你高兴嘛 其他的你都是负面的多 你比如你怒 怒动物就会 你看刚才他说我在想猫 猫和狗会不会笑 现在有的狗会学那种 不知是假笑还是真笑 但是恐惧动物都会有 猫也有 狗也有 愤怒猫也有 狗也有 你们敢肯定只有人类会笑 只有人类会笑 星星这样 不是笑 星星是假笑 它是表达什么呢 表达快乐或者不快乐 那不是快乐吗 首先它是不快乐 它没有 它的快乐不是用笑表达 不是用刺牙 这个表达是 你别理我 你躲我远点 视景 视景 刺牙是视景 你看那个正好你是 也同样是灵长类动物啊 灵长目动物 它这个人类 它把这个视景的这个 这个肌肉 脸上的肌肉动作 就变成了表达快乐 表达兴奋 高兴 它为什么呢 它有获得感 产生 那么所有最早 就是人类在长期的狩猎生活当中 就慢慢的习惯了 有了狩猎活动之后 包括从它那个 那个获取 那个获取动物的时候 和大家烧烤完了以后 吃的时候 那种快乐 它都连在一起了 您讲的这个 有一个我有点这个 就是想象哈 比如说啊 这个智谋 计谋 计谋 你比如说当这个人类可以猎取 比如说那个大象的时候 那是需要合作 对 你下了一套 对 对吧 就像喜剧里边 你看你下一套 然后你看见这个大象光机 掉在你的陷阱里了 你会或者 就这一刹那的 乐了吗 一刹那的掉进陷阱里 一刹那的这个 大概也就一秒钟的这个行为 就是人类笑行为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把我们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绝对是 你看人倒是研究传媒的 那天还跟我总结说 今天这个互联网上有几大规律什么的 对对对 您觉得跟他们这研究能吻合吗 我觉得特别吻合 怎么说 是特别吻合的 就是说到底 因为我们也要做片子嘛 这做的这个片子 你是要给观众看的 所以你一定要想 它是怎么会产生这个片子里的什么一个段落 会让它导致它那个行为 就是怎么才能让观众哭 怎么才能让观众笑 怎么才能让观众吃惊 怎么才能让观众觉得 哦原来是这样 那怎么能让他笑呢 怎么才能让他笑 是这六个规律里最难的 就是我们这里有六个规律 六个规律有的叫共情 就是我怎么让你哭 这事是容易的 我怎么让你解惑 就是让看起来 看了以后觉得 哎呦 明白就这么回事 就才有几个几个值 其中有一个就是笑 这个呢 我在带学生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做的时候 我跟所有人说 这块别碰 这块别碰 因为一碰 你就是一个字 干 很容易 你弄不出来 这个事看起来最简单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 呀做个短视频 做个搞笑的 这样收视率 咱们这收视收听率多高啊 点击量多高啊 咱弄这个 你一弄就傻眼 一弄就傻眼 所以我说这块别碰 那五个类型怎么玩都行 可以玩的特别嗨 但是就这块不要碰 这是很专业很专业 很智慧的人才能碰的事 哎 就说实在的 能让人乐 谁不愿意啊 但是我发现呢 这个活啊 不好干 太难了 我当年也曾经面临过这个选择 就是咱是往搞笑里去 还是往另一方向去 我后来啊 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小富基安 你知道吗 就因为啊 我发现啊 事先声明的搞笑 这个压力太大了 你说相声的 你站在那 你唯一不笑 你就傻了 我如果不讲相声 我说我跟你讲讲别的道理 对吧 他也许会乐 你不乐就要意外之喜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明确为了这个上台的 那要不乐 那就太尬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 陈老师研究这个 这个艺术 这个学术界有 现在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就是说艺术起源于乌 乌习 就是南乌 就是咱们过去讲的那种 萨满教啊 或者是原始宗教 他觉得是跟祖灵啊 跟神啊沟通 但是陈老师的这个研究觉得 他们是在给神演喜剧 对 光到快乐 因为这些从现在的那些祭祀活动 就是延续到今天的那些祭祀活动 里头有很多这种形态 采高桥 那个丑婆子 啊 什么这种 这种套路 各种挪系啊 各种挪系里都有 变脸 变脸 都是和创造笑声有关的 那都是乌习文化里一脉传承下来的 那这跳大神的为什么要搞笑呢 他搞给谁呢 搞给 他叫仇神于人 月神的 对 他为了让神和祖先祖灵高兴 然后也同时让活着的人快乐 因为他誓死如生嘛 所以您明白吗 他就是我感觉到他的一种努力 或者说他的一种企图 就是他想弄到那个根上去 对 他跟朱世茂演的这个小品啊 陈老师讲啊 那就是唐 唐纵流行的叫参军系 也有人说参军系是向上的起源 是吧 或者是很有关系 一模一样 它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偶然的一个巡回 一个轮回 然后到了这儿就碰上了 就是一个喜剧的短剧 参军系从他那个素材 一直到他这个形式 都是和后来的相乘的捧斗关系 一模一样 只是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我查了一下 就是说这个参军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后赵失乐的时候 就有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贪官 这个很坏的官 这个这个这个 被人嘲弄他 对 然后这个有一个角呢 就演这个被嘲弄的 他叫参军 参军 然后呢 嘲弄他的那个人 叫仓湖 仓湖就是他身边那个老君 是那个 是仆人类的 身份比他要低很多的人 他来戏弄参军 就等于是戏弄权威喜剧 这样咱们联想起一个捧 一个斗 一个斗 就嘲笑你嘛 嘲笑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 我们看小品 你比如他 他这个佩斯那个典型的那个吃面条 他 他高于你观众创造出来的 但是他表现的时候 让观众高于他 最好的喜剧表演 是在观众的理解力下 低半格 让观众有优越感 他才高兴 如果他永远差半排 就你出来这事吧 他理着的还有点费力 他就陷于一个思考 他就来不及笑 最好的笑就是平半秒 平一秒 开心的一笑 在这个喜剧表达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置观众于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在喜剧的剧场里 永远会存在一个叫差势 差势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马先生说的那个 观众要低于 要把自己的姿态低于 演员要低于观众 低于观众 对 必须时刻保持这个差势 同时 也不能差太多 太多的就有点隔着人 对 过去说像是不是站在上面 他就急了 就是你要再不下 我就下去隔着你啊 那也是一个办法 这时候就有点 就低了 把自己给搞低了 低是一定要有的姿态 一定不能是傲视 你在台上傲视 底下就火了 底下说你这叫什么呀 上来给你去喝道菜嘛 那么如果说戏剧情节 要有这种进程的话 它一定就伴随着 一定程度的伤害 对角色的伤害在里面 我们人类为什么为这个而高兴呢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首先起于人要创造笑声 是首先伤害自己 我自我伤害 轻度的自我伤害 我放低姿态 获得人群其他人的笑声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所有的野兽 在相遇的时候 它要排序的时候 都说 就刚才咱们 低一下 在这 不是 都是相互争斗 用暴力来决定 你在什么位置 对 刚才说 大院得先打一下 对 对 先打一下 过去都是这样 这是动物之间的关系 而人类正好和它们相反 它要用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姿态 我首先承认你比我强 然后咱们谈 怎么能一块的去打那大象去 团结协作 对 协作关系 所以就文嘛 那个是武 对 这是文 所以这是人和其他所有动物 都不同的 他懂得改变自己的行为 过去 这个代表防卫 代表警示 对吧 就刚才说那 刺牙的警示 现在变成了一个 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动作 就是 用他自己的放低姿态 去赢得别人的认同 你把优越感 优越感给了他 他释放出来 也表示尊重你 双方形成一个平等的状态 其实 效行为最根本的目的 是达到人与人平等的诉求 而且他讲这个 我觉得真是把我这个毛病啊 给讲出来了 我曾经特别烦 就是一点呢 就是说啊 一见到这个 就是大老板啊 或者顶头上司啊 或者董事长啊 你知道我每回 我在节目里都跟他说我 我说我每回 我是下次一定要停起来 就智能起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人家那个温暖的大手伸出来 我就 你说吧 就这个我老 所以你看我现在长期 我这个脖子 那陈老师就说啊 说他有一种效 他见到贵客来 他说有个动作叫缩脖 缩颈是所有 缩颈是所有动物 比别人低一级的身份表达的一个 一个行为 所以不是我怂 不是你怂 只能说明我是动物 对吧 对 一个动物最基本的动作 我真正就很烦啊 这个是已经画在你的细胞里了 画在你的细胞里 所以你所有 我们小时候 是逃脱不了了 一不服气呢 家人说你怎么还耿着脖子 就这意思 你耿着脖子 你就是表明不服气 不服气 你小孩 这就要争斗了 只要一耿着脖子 这事就要争斗 所以他说缩近呢 就是表示我不跟你斗 不跟你斗 你说这多难 就让一个人很明确的自己 要去做低姿态 然后让观众俯视他 这件事是多难的一件事 这件事要训练的 你觉得你拍的很多 这个幕后的东西 这训练它有什么绝招吗 我觉得就陈老师 因为我们拍到了陈老师的一个 就是一个真正的 线下的一个金牌喜剧班 就真的学员来上了一个课 就不是电视里我们看到的那种 然后那个训练 所有的孩子 你那意思电视里那种 是多少有点假 电视是 没那么真实的 综艺节目嘛 综艺节目 就是我们是拍到 就是从选学员开始 就是来的这些人 都是全国各地的 就是想当喜剧演员的孩子 就是各种身份的 有修电梯的 有当工人的 有外卖小哥哥 就什么都有 就是他们心里有一个梦 叫我要当一个喜剧演员 然后就报这个班 然后来参与一个两个半月左右的训练 才会行到这条线来的 就是说这个事到底是不是可教 到底是不是 我们也在摸索 可学 他就是说啊 这个中国话剧 不是最早 马延您知道吗 这个春柳社 那算是个起源 那当时是一些人从西方引进来的概念 然后他就说呢 就是类似于这个最早的参军戏 到后来就是原杂剧 他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喜剧的传统 对 如果这个喜剧的这个传统代代相传 那么他当年跟朱世茂 对 是自己生酌吗 我觉得他解答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现在老提这个文脉 文脉的好处是什么 这意思至少省了好多 下耽误功夫 对 真的是这样 你看 你知道了参军戏的这种 这种古典的形式 那么你就知道 你现在做的实际上是重复了 你和一千多年前两千多年前的文明就相通了 就等于搞笑的这一套 对对对 唐颂早都有 唐颂之前就有 没人去仔仔细细的研究它 像他这种喜剧作品呢 它是一个连贯行为 对 你瞬间定格看不出来 但是你偶尔能看出来 你比如那个东汉时期的那个说唱勇 他满脸都是那种喜剧因素 包括动作 包括说书的时候 但是那时候没有录音录像设备 你没法记录下来 你只能记录一个瞬间 那文字记录又非常有限度 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过去的 这个文学 文学形式中首推诗歌 你从诗经开始 这个汉复啊 篇文啊 一直到唐诗诵词 他这都是站在社会的最高层的 小说在唐代地位非常低的 就是下里巴人的 但是这一部分东西最能传达市井文化 我们的文化中呢 是其实到宋代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统 就是他的文化在宋代的时候 是分支的 上有上的文化 下有下的文化 你比如陶瓷吧 上一层的审美 都是那个入关割金定 都单色的 下一层都是瓷着腰化的 化了胡哨的 所以他两层审美 特别符合社会的生存状态 今天这个 这春晚是全国人民 从上到下全在看 所以他就很难 因为你喜剧 喜剧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是要求接受方的文化 基本对等 要不然他不理解你 你表达的是什么 你比如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看很多喜剧片 或者喜剧段子 我看着不可笑 是因为我跟他那文化不对等 对吧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尤其我去电视院 偶尔去看个什么喜剧片 他笑的前仰后合 我实在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是不是他不成 我现在说是我不成 我先降下来 我不成 我这跟不上时代的 这个就所谓的 他现时代的文脉 所以你就不能理解他 任导人 您就观察 这些年啊 您算是比我们年轻着了 年轻 年轻多了 你觉不觉得让人乐的事 就是说这个笑点呢 在变化 变化 比如说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能够乐的 今天不也是 我看这网上净说嘛 说那些老导演们 你们当年的这些梗啊 这些段子啊 不讨喜了 就是今天人不 那么今天人乐什么呢 您有观察吗 我觉得今天人乐什么 就是看是谁在乐 是大多数的 这个年龄段在乐 还是这个年龄段在乐 就是我觉得笑点是不一样的 能举例说明吗 比如说我曾经就是跟一个人吃饭啊 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 就不说这公司的名字了啊 就老出产 高收视率的 高票房的这个喜剧片 他呢 席间呢 他就很得意的制片人 很得意的说了一个话 他说 谁谁谁谁谁谁 现在那片子 过去的喜剧导演啊 电影导演都不行了 因为他不坐地铁了 他不坐地铁了 他不 他打车 他有自己的专车 他不坐地铁了 他不坐地铁 不供房 没有这些生活压力 他就这一笑点 就没法打大众了 所以他这个喜剧就不行了 他说我最得意的就是 我这帮编剧 全都是每天坐地铁 打卡上班的小孩 所以他们写出来那个剧 就是最大多数人会笑的 而且现在是不是 让人笑的东西多了 你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啊 这个社交媒体 一个图片 一个小视频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也跟最大多数有关 就是过去做视频的人 都得是我们这种 受过专业训练 拿着专业设备 很昂贵的设备 搞非常复杂的编辑选题 写几个词华丽 弄这个 现在不是 开机寄素材 拿起来就是素材 所以生活里所有的东西 它没有心理障碍 来自于民间 这个东西 我一看短视频 我就是四个字心里 叫自亏不如 真弄不出来 就是真好 就这短视频啊 是 我不disc这短视频 我不觉得它特别low 真好 就是他拿到的那个细节 是我拿不到的 我看不见 您也自亏不如吗 就民间的力量 民间 当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是从这个事物的根本 去研究它 我的看 就是视角就要变 对 就是它的原理是不变的 我明白了 它的原理是不变的 我明白了 只是具体的素材变了 就是你一来看的是 你身上的病 你知道吗 对 它 这个 我觉得这有意思啊 这节目啊 做这谈话节目 这节目之所以好看 是因为没有本子 我捞到这节目的本子 就俩字 叫笑点 然后我就扛这俩字就来了 对吧 省事 省事啊 他们这颠导是天下最省事的 这标题就俩字啊 内容也俩字 比如笑点 那我就想这笑点 笑点是不断的变化 我刚才就在想这个事 你看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 首推是小品 因为小品当时是万众瞩目 看一台节目里的最重要的亮点 那你肯定影响力大 对不对 那时候几乎春晚一过 就无人不谈啊 那么无人不去模仿说这个笑点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电视剧 电视剧就是喜剧 色彩最重的从我爱我家开始 那是经典 对吧 现在有时候我偶尔碰见 还去看两件 还是觉得很能心领神会 但是现在年轻人呢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感觉啊 你看这个早年做的 像我原来做的编辑部的故事啊 海马歌舞厅都属于这类的 都是找笑点 那生活中呢 那时候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所有的编剧 实际上都是融入社会的这帮人 平时在地铁里跟你没有两样 只不过回家跟你有点区别 你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 摊着趴在案头上写字 就这点区别 那么当你的导演啊 导演这个成大名以后 你必然是跟这个社会拉开距离了 你就不知道了 他们好处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是在剧场 剧场是最残酷的 天天现场告诉你好与不好 哪不好 他同样一个包袱啊 早半秒钟就歇了 他们太知道在哪歇了 所以他每次出了问题的时候呢 他都知道那个问题在哪 下一次就要有意识控制 挑 所以他在剧场就有个好处 是不断的修正自己不足 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戏就是 甭管他多好的戏 投机场都不好看 都不好看 你看 越演越好看 你不要说那是个老戏 那老戏那演员 要是演的特别恰到好处 说那行云流水 天与无缝 他能严丝合缝的去表达他 想表达的东西 但是一开始 比如说他们说 我们这戏新上演 你来看我一看 也磕磕绊绊的 那肯定啊 他自己舞台上非常难 哎呦 马爷您说到这儿 就引出咱们人道拍这个片子 有一个片段 我觉得很有意思 要不说您会拍吗 拍到的是我们观众见不到的 就是这个陈老师 上台前的一幕 咱们可以看看 上台前 亮相之前 这是后台 挂前面 谢谢您抬去 咱们抬上四号 您讲呀 确实 我有一个感觉 实际我也有一套科 我不像您 您是真有自己这个绝活 我自己就觉得要上台啊 那真是无依无靠 不可知的情况太多了 所以很多艺人 就是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科 我也不算佛教徒啊 但是我真抓了下 我就念观世音菩萨 就是你这实际是一种无依无靠的 就是你这家一出去 你忘了词 这玩意儿就是你完全都不可以预控的 那蹦那两下是挑大神 不是不是 那是活动活动活动 有时候要脚啊 就是只有把那个脚啊 弹一弹啊 整个身体 它那个情绪会 会更饱满一些 每一场演了几百场 每一场还是都这么 我信就要做 您能理解这种 我能理解 因为我也上过台 您念什么 不是上台是一个特残酷的事 就是尤其突发现象 我有两次突发现象印象深刻 一次呢是 其实那事跟我没啥关系 就是说编导来了说 你的任务特简单 上来这一诗字 走到这 然后朗诵两句诗下场 然后那诗呢还是个新诗 我说这诗不太顺口 能改呢 你说不能改 这是定诗 然后我就先背下来 其实也没就十来个字 然后我是第一个上场 是吧 说大灯全亮了 诗拍开始 不就是演出啊 我一出去 他多一事 他提前没跟我说 他喷那冷气 就喷雾 哗一喷呢 干冰 我找不着那诗字了 那诗字上哪找去 我往外走 走出来的时候 那底下 全是腾晕架雾的 那诗字就根本就看不见了 然后他告诉我 别走错了 机位就定在这 那时候我就横不得扒了开 找哪个字在哪 找那诗字 有时候就多少有点慌 但是没有办法嘛 就往前走 我就大概估计的是这个位置 我只好就站在那 然后就把那个弄完下下去了 他们说走得很准 其实在这梦子 下台才知道 应该是一次 还有一次呢 是这个中文台的 你们那个节目 在清华大学那礼堂 那是五四 不是 清明节目 清明节目 每个人要上去 去说一段嘛 那时候那编导 就实在坑人 就他不跟你说这顺序 然后到那以后 一开始大家还高兴 都收着打招呼 干什么都完了 然后上去 开始了 上去 我们就做的那个 礼堂的前排 都做好了啊 刚一做好 那主持人就开始包幕了 那个编导一拍 我说马老师你第一个上 我当时还在想 前面上人 人家说什么 我这个 才决定我说 因为我上去都是没稿的 可我第一个把我拍上去的时候 我就 我上去的时候呢 就脑袋一片空白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开始说 但我还是有点经验 我说这时候呢 因为我看过一些 就是比如演讲 你怎么克制你心慌的这种事 你跟台下先用眼神沟通一下就好 我这眼神刚想往台下看那学生 夸俩打探灯 全打脸 你看不见他们 啥也看不见 对 就茫然对着这个空间去说话 然后但是我很迅速就进入一个状态 三分钟以后 我就听见底下人在哭 就能听见哭声了 就是你因为说的是那种回忆的节目 那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表达自己 就是真诚的表达 不要再想别的了 不能有杂志 这是我两次上台 剩下的我都不太怕 出什么事都没大事 称死了是忘词了 忘词说别的 这跟您的经验能吻合吗 他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演员 他就是陈导 我都怪你叫陈导 陈导觉得观众是需要训导的 我觉得您用这词 就是说喜剧观众 当然 怎么叫殉导 所有动物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被殉导出来的 不光人类 所有的动物 所有生物 所有的生物 你看那向日葵 太阳 都是被殉导的 那你怎么殉导 我就我笑了呢 你能看进去 然后呢 你相信了这个人物 然后他的那种犯的错误 就变成了你的优越感 这个把条件都给了你 然后让他用一个 在一个特别巧妙的 就是或者说 就绝对准确的技术 这个节奏里 韵律里 你就会笑 即使我给了你一个好的故事 好的情节 你也有优越感了 但是这个节奏韵律 要是不对 你笑也会打折口 所以你一个喜剧开场 实际上一个是叙事 同时在喜剧上还有一个 就是要调观众的节奏韵律